隨著珠江流域禁魚期結束 一大波生猛鮮味的河鮮 又來到大家的餐桌上 有什麼好吃的呢? 由蔣銀燕說下 珠江流域經過四個月的 優良盛飾河流的魚葉資源 得到了有效的補充 我們去過市場的水產檔 河蝦、黃骨魚、筍鶴魚、河龐 等新鮮生猛的河鮮 已經上市了 不少市民是大廚 選擇買回家自己煮 本地的蝦蟹 台山、蝦蟹 都是30-40元一斤 魚、蝦這些 也要考慮小朋友吃 也會買一些 他喜歡吃什麼就買什麼 在潘漁這間專門吃河鮮的餐廳 如期結束之後 食材很多可以選擇 蝦蝦大笑紮紮跳 各種釣得出名釣不出名的魚 肥嘟嘟爆小的蟹 負責人介紹 每天早上9點多 附近十八聰、沙灣水道 和蓮花山水道的漁民 就會送新鮮河鮮過來 像這隻麻蝦 就是潘漁十八聰獨有的河� 這邊的池全部都是河鮮 類似這些花魚仔 這些花魚仔 我們可以煮完水的豆腐湯 這些煮出來的湯 是奶白色的 好像牛奶一樣 很漂亮的 本地的金邊韓沙 這個海域的韓沙魚 特別漂亮些 還有河蝦 河蝦比較肥美些 本地的筍河魚、白鴿魚 有一個價格的話 就會按著漁民 漁民那天收得多 價格就會便宜些 你說本地的河鮮怎麼煮 都是清蒸或燜的 蝦香魚鮮蟹 最簡單的料理方法 就可以激活它最本質的鮮味 去到八月中旬 歷時三個半月的復貴優如期結束 大家還可以吃到鮮活肥美的海鮮 廣州電視記者蔣仁彥的報導